HELLO 大家好,繼續來到Pokemon的改版 我們現在已經有3隻的進化了,三隻余三家 另外美綠坦暫時還未練,我打算 我遲些才會練,因為美綠坦這些屬性比較... 後期一點才用到,因為鋼系來說很多都不算太強 第一個道館雖然可以免強用到鋼,但第二個道館打水就馬上用... 不對,這個是不是都是水系,我也不知道 好,不管了,我們先過吧 好,上次我們就輸了這個,這個太強了 這隻不知是甚麼,我已經忘記了 好,它是不是水... 哦,不知道,總之一下子打死了,我們先換水 好,小鳥 好,飛決,應該贏到的吧 畢竟小弟都18L,身身苦苦升了十幾L 在這裡屈念力,屈睡覺? 咦,這隻有甚麼蛇?龍的 咦,這隻是龍...龍級 它的譯名是龍級,但這隻好像會令人麻痺 我記得 打一下,好波 60攻的龍技,然後有30%麻痺 好 好,照道理我們現在有三隻主角在手,其實都應該打得贏 在打之前我們先看看能力值 看看屬性的御三家,究竟是偏向甚麼方向 在攻擊還是防禦形 這隻草系,大家可以知道它是偏向攻防型 類似這個巨小怪 火系的話,我想都是傾向速度和物攻 速度和物攻身上 然後火系就比較偏弱 都是一般火系,火主的形態 都是速度型,然後就是攻擊或特攻型 火系就比較弱 到水藝了,水藝來說其實我看到 大概就應該是特攻型 特攻型,然後防禦性也不算太好 我想水藝的突出之處可能就是 它的血量比其他一般屬性高 可能它的總動值就是水的特攻高 不是,這個特攻和血量都高 其餘可能防禦也OK 但是你說速度和突防不是OK 應該都不是很可以的 好,我們探討完三隻熟性的... 三屬性的主角了 第八世代,我們是時候挑戰進去 打小光 好,那我們先來飛營快刀 嘩,你看,癡馬跟出鋼鳥 真是低能 好,其實如果有預算三家 我想是二打很多 嘩,馬上麻痺 是電磁炮的 那招是不是電磁炮的 那招 應該是吧 即是100%麻痺的那招 好 其實如果有三屬性來說 打這個道館應該很輕鬆 因為三屬性來說 我覺得暫時是不是 會刻到第一個道館 因為我沒有統計過 但是三屬性很大機會都會刻到 如果是火熊的話 第一個是岩石蟹 其實如果你有三屬性的話 其實基本上可以刻到的 然後看回的就是金版 金版 第一個道館是小鳥 第一個道館是小鳥 所以其實應該不是太刻到 所以不是很關係 不過如果你有三個屬性的話 應該好打很多 OK,I'm Brock 嘩,這隻是有點難搞的 因為它是飛行蟹 而且它是岩石蟹 毒粉啊 它也有粉 這隻一定只有毒粉 怎麼搞的 你連碎粉也沒有 咦 變一變它 這隻是吸收 變打 嘩,糟糕 暗算 嘩,不斷失去了 嘩,這隻狼人 好,一隻草在那裡打天岩制 好,有水就更加愚苦 嘩,岩神柱 打不中 嘩 嘩 嘩,紙爆 Oh my god 化飛 應該打得贏 化飛 超音波 鬼滅 嘩,好,燒死了 看來走一走會比較穩妥 沒有鋼系 我的秘錄坦 慘了,我要輸了 其實很難打很多 即使我的三隻進化 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打 有一點難 可能第一隻要用水 可能會輕鬆一點 好,因為它整堆都是岩石 用水一定會死 用草也未必會死 這隻也是 它全部都是怕水 嘩,是想核露機 換一隻草 因為它還有閃避 即是... 命中下降了 那我就不會派它出去 不會派它出去打 好 贏了吧 這次... 這個是泡泡 好像是吧 是不是呢 我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泡沫光線 是吧 OK,搞定 輕鬆啦 只要喊過 一開始... 咦? Oh my god 這裏... 這裏... 是有BUT嗎? 還是有BUT嗎? 我怕出事 正常來說不是這裏入的 還是它... 這個是... 藝裝嗎? 藝裝... 難道是 突然進入了這個隱藏地方 OK 好 只要我們過了第一關之後 應該往後也算是比較輕鬆 好,我們看看這是什麼神獸 哇,65的美夢神 那就不用看了 這個應該不會是有進去的 好 OK 那我現在有多少圖鑑? 十個嗎? 不... 操作是十個 抓得兩隻 OK 看看遲些一邊抓 一邊慢慢抓 因為我們要拿學習裝置 到時候... 有很久抓 但是有很多東西要抓 好 差不多換一換蟲 廢爺升一隻 這個比較超 火是咯 不是咯 我原來是比較超 沒有看到它的名字 頂又是這條蛇 飛熱快刀 飛熱快刀 這招什麼? 這招是電技來的 那... 不少這招 撞擊始終... 始終有... 電光石火 撞擊應該不太需要 咦 如果有雷技都不錯 這招 對 有雷技其實不錯 嘩 夜呼嚕 因為補到它是... 補到打飛行系 還有打水系 但當然你不能當它是非常高功 你不能當它是非常高功的用 因為始終它不是本屬 它本屬不是雷 所以用雷的話 它基本上 只是發揮一半的作用 按錯仔 突然間... 中毒 很快便到... 嘩... 這招 都蠻醜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嗯... 有些飄蟲 可惜的就是不可以一下子燒死它 但是... 我想應該要密工才燒死... 嘩...這招是什麼 彈彈 彈彈... 龍... 嘩... 總之幾關章 咦... 他都蠻醜了 所以我先移動 夜呼嚕 又來 嗯... 呃... 蝙蝠... 嘩... 詛咒... 下了詛咒 先走一走 嘩... 這個星星幾個人 嘩... 好痛啊... 不要這樣啊... 糟糕了 哈哈... 我感覺到有點麻煩 看看贏不贏到才是美綠坦 應該贏到的 對... 我降系 假假的我美綠坦也是降系 這個貓頭也不會打贏 除非有熱風 因為這些貓 鳥型很多都有熱風 超多有熱風 差不多在說 鳥裡面有四五隻都會 會熱風 我不知為什麼 不知道在哪裡吹出來的風 嘩... 看在那些羽毛上飛出來 看在刺旁上飛出來 好 看美綠坦... 嘩... 他忍來 我看美綠坦是到時學習裝置升 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美綠坦也不是很容易升 因為你看他只有頭鎚這一招 沒什麼... 沒什麼自己本屬技 他其實升得很辛苦 不像一般般般輕鬆 你看他 雖然他的頭鎚都算OK 威力的 但是他沒有降機 始終是一個... 弱勢的地方 要用保護 又保護 又保護 就是這樣... 臭... 臭水奶 就是這樣... 爆一下你 對吧 先走一走 免得打雙打 我在這裡不喜歡打雙打 在這裡 在街怪都要打雙打 但是很辛苦 好 我們馬上買鯉魚王先 因為始終我們草屠鑑的關係 所以必須要買 但是馬上放下 好 看一下 先 嗯... 減突防... 走 OK 我又進來這個洞 差點試一下 用美洛坦先打 因為他可不可以升下你 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撞爆 真的升得很... 嘩...這個也有 偷翠龍 嗯...這隻打吧 偷翠龍真的打不下了 偷翠龍 轉一轉 真的太煩了 嗯...他又比我快 我又打不動他 最慘的 這樣打好像更快 這隻可以試一下 嘩...這麼熟 一招... 哎呀...麻痺 但不要緊 不是吧...吸死了 問題不大 PC在外面 啊...出錯技 但不要緊 殺死就行 美洛坦應該不會是這樣的 等級性 進化吧 14呢... 我想進化應該有一定的道具 例如什麼... 覺醒石啊 或者是通訊進化那些 因為不是很清楚 嗯... 因為講講Let's Go的時候 美洛坦也是... 都是傳過的 那裡沒有直接進化的 對...沒有直接進化 嗯... 好... 嘩...這隻也有 嘩...好危險啊 看看會不會再進化16呢 差不多了 打多一個人應該差不多 這隻是什麼 這隻...這隻水是 對... 但不要緊啊 我們都... 順利打得贏 這隻... 用火打 其實有三屬性 真的不錯 至少看... 至少打下去 都...很多屬性 都黑到他 即是街怪撞到那些 很多都黑到 是不錯的 三屬性 好...我們... 進度快一點點了 直接衝過去 嗯...這隻打吧 定啊 打橫打沒有麻痺可以嗎 嗯...這隻水是可以用的 應該可以用水來打 對... 繼續用水是 嘩...你17呢 最高...最...最中型態? 這隻是... 哦...電光... 啊...像馬筋 這個是水流噴射 遙都水流噴射 因為始終水流噴射有一定的作用性 對了... 我自己如果打那些什麼... 打這些的話 其實... 其實如果打AI 真的類似這些主線 水... 水的仙制技 其實不算太有用 但是... 某個程度上來講 都... 可以說是救你一命的 有時候 對了... 但如果你說打對戰那些 就一定要有 只要水流噴射 如果他本身是水屬 的話... 先殺了你 按喘閃光了 好... 小刺蛋 嗯... 噴他水 應該不能... 不能打下去 應該要死出去 等於先睡覺 醒啦 喂... 死了 好... 又可以升一隻草叢了 升一隻草主 唯有... 每隻每隻都升 都不錯的 飛色 撞他都... 用草技差不多 嘩... 要搞天90呢 嗯... 這隻... 好像沒見過 他應該有些是改過來的 有些陣容 因為他始終都有更新 對比我上一隻 上一... 上一隻那裡就... 應該是舊版來的 來了 這個打完這個boss 我們就拿化石 但這個boss很難打 我記得 你看他多快 可以 還有一隻水馬 水流噴射玩完 然後這裡 又水流噴射吧 嘩... 玩完 一招水流噴射 再一招泡泡搞定了 不過他本身不用用泡泡打得贏我的 屍尾蟲可以打 怎樣也打不贏我了吧 屍尾蟲 嘩... 射文雄... 多漂亮啊 來... 打完他吧 免什麼... 免飯啊 免走啊走不了 又不讓我走 麻煩 後翠龍 頂... 追擊 那算了 我們一路走 既然是這樣 我免得帶一隻美綠坦 因為美綠坦... 真是... 現在暫時沒有技的 美綠坦 有武技有成 很難用到他 這隻小羊都有 這隻 毒色翼 好 嘩... 瘋子 44 我剛剛才看到 嘩... 你不是吧 低能被人滅斷 又... 刺馬近 現在有什麼要升下 這隻比較44 大佬 這隻有倒閉的東西 我看來 作者倒閉的東西 44 怪你也夠敢死在這裡出 我還在想 為什麼這隻熊包打得死我 可以 那樣子 真是拗頭 真是 好 先消耗 定時定下都要養成消耗的習慣 因為之前拿一個東西 免得再拿東西 咦...有機 電光石火 這個時候用電光石火就對了 這裡用火技打 好... 這樣也過得到 我真是厲害 火種 不過我真是厲害 再有配電光石火 本身還打算不用用電光石火 但是要 剛才那隻水是快得過的 火種 那隻水馬 好... 非常厲害 想過到你了 但是來到之後呢 我們又要挑戰第二個 第二個難怪 就是敬敵那關 敬敵那關 好像29 我們上一次打好像已經25 27 今次應該接近30 我們看看行不行 始終很難打 對啊 低能 有可能打贏魔 他已經用唱歌了 嘩... 都用了狀態技 唱歌加著迷 MeloMelo 不過都可以打 他打不死了 就有得打 頂...有唱歌 嘩... 死了... 不要緊...問題不大 頂...有著迷 次戰算一轉重 這麼弱了 水之波動 贏到了吧 嘩... 這樣也輸 嘩... 嘩...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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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我之前就是用天蠍和才打 但是現在沒有天蠍和 很難打 你看 又屈麻痺 這些階怪都要用麻痺屈 我記 嗯... 現在我是不是... 其實可以先打道館 是吧 其實可以先打道館 道館是不是真的... 真是水下 讓我驗證一下 啊... 這隻是怕水 對 毒技... 神經病 你馬上中了 有沒有機 哇... 有機殺到一隻 嘩... 你... 必殺夢牙 神經病 必殺夢牙很痛啊 但是幸好贏到... 咦... 寄生種子 真的要了 那是草莓的神技 寄生種子 不是開玩笑 雖然他的命好像有點問題 好 我們用水 這裡 因為我忘記他是什麼 嘩... 這隻龍是對的 嘩... 神經病 龍爪 是不是瘋了 嘩... 沒有可能打贏... 嘩...還用龍武 神經病 有什麼可能打贏 用龍武的 嘩...很安打這隻 我先用草技 寄生種子 嘩... 走得太快 不要緊 他用刀背打 麻痺 靚波 靚波 殺了 好 好在麻痺 而且電腦弱脂 如果電腦強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好...照舊消防 重要關口就消防 然後這裡出龍技 嘩... 車里龜這些16 就輕鬆了 喂... 小鋸進化 藍鵝 說 還有什麼 咦... 全水珠 是嗎... 他墳墳 用忍耐 泡沫蛙 好... 搞定了 水棍 嗯... 會不會一隻... 嘩...不行... 我也想一隻打完 但不行... 先轉一圈草叢 會不會輸呢... 嘩... 什麼... 風技... 飛行技... 哇... 神經病 這次很糟糕了 糟糕了 糟糕了 咦... 剛好麻痺了 好波... 嘩...但我都沒有技了 嘩... 嘩... 哈哈... 差一點點 他強弱的是那隻水棍 很硬 因為水棍呢... 是... 出名的特防勁高 所以是難打的應該 因為水棍的特防太強了 也是因為水棍的特防太強了 所以其實那三隻狗仔裡面 水棍都算是幾天突出的 好... OK 嘩... 嘩...有沒有搞錯 我什麼技巧 他直接打到這樣 神經病 好像沒可能打贏 嘩... 嘩... 他們的水棍很瘋 我們再打一波 不行就... 讓我再訓練一下 真的... 真的訓練好像小智一樣 經常打完道具 又不夠打 然後又找一閘 某... 可能給5-7分鐘左右 然後又在這裡訓練 就是人家睡覺 在中心的時候 他就在中心外面那些爛地訓練 對... 又不知道跟精靈一起訓練 又不是瘋子一起訓練 對... 其實這裡是不是應該要轉草叢 應該打水棍那個就馬上換 嘩... 突然變紫色了 剛才你不是的 換了 Bomb 這個是... 炸彈... 土的炸彈 土的炸彈 烏泥炸彈 烏泥爆彈 好... 打完這隻之後再換 漂亮 好 好 先記總 等一下 OK 他沒有用這個... 風技 出了 暴風 應該... 不知道是獵暴風還是暴風 這招 水... 呃... 贏到你了 嘩... 這樣也打不死? 唉...幸好 這是什麼 嘩...什麼來的 這隻 Mega企鵝 嘩... 他掙扎了 嘩... 掙扎的話我就可以贏了 因為他現在下... 嘩... 沒問題 他這隻掙扎打不死我 我想應該一定 不用應該... 一定打不死我 如果掙扎的話 嘩... 打死他 實在太差了 這是什麼 嗯... 他說只可以用那一招的技能 只可以用物攻攻的技能 對 忘記叫什麼 這招是不是叫挑撥 挑撥 挑撥 我的火珠太快 他根本都用不到 我已經用電技打死了 對 很可惜的一件事 還打算看看有什麼技能 但他本身就沒有弄到 所以都... 沒有東西看 對 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配技 對 好...我們今集時間來了 這裡先 我們下次繼續打這個小謀 那我也要訓練一下 好像小字一樣 因為... 不夠level level不夠強 所以就打不贏 我們下次繼續劇情 對吧?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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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